记得这位在今年7月 趁着去南北韩边界板门店观光 众目睽睽之下大笑三声 便逃到北韩的美军Travis King 经历71天后 他被提出北韩 北韩宣布将他驱逐出境后 Travis King便搭上国务院专机前往沈阳 再飞往美军在南韩乌山的空军基地 转交给国防部 最后回到美国德州 由于美国和北韩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这次可是靠第三国帮的忙 消息传回美国家人低调没有出面 但又别于以往 北韩这次没把他当大外申工具 放人速度快到反常 由于Travis King 当初是准备回美国接受惩处 却逃亡北韩 这次回国恐怕需接受军队惩戒 美国政府也认为 这并不代表美朝关系破冰 毕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还在隔天宣布 将核武国家的地位列入宪法 只是这场美国大兵逃亡季 时隔两个月 也以戏剧性的方式画上句点 三连新闻上不倒